苏联总结二战末期,秘密研发IS-3重型坦克IS-3重型坦克中的IS,指的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丹林的名字缩写,IS-4系列坦克,从第一代发展到第三代,已经具备了很多成熟的技术和先进的配备。 IS-3坦克在苏联的坦克规划中,有两种车型,第一种是弹号为244工程的IS-3,这个版本其实只是IS-2坦克更换了D5T85BM85,毫米坦克号的版本,不能算是真正的第三代IS-4坦克。 第二种是弹号703工程的IS-3,这个弹号由来是有一段历史的,当年苏联的科金小组,在原有的IS-2坦克设计基础上进行改进,又化了车手上装甲和发动机,推出了IS-3的设计方案。 同时,另一个方案由基洛夫厂提出,这个方案设计了其与众不同的球形炮塔,但是车手装甲,还是单一的轻鞋装甲。 第二种方案,当这两个方案,在向当时的坦克工业人名为原马雷舍夫做表演,经过详细的对比测试,马雷舍夫表示,两种设计的火力和机动性能几乎一样,那么为什么不试着将这两个方案的优点结合在一起,即把具有叫好防弹外形的科金型车手,和杜霍夫的炮塔结合起来,研发一个全新的坦克呢? 在这个大家都满意的方案下,苏联的新型重型坦克就正式断收了,而这个工程的单号,就是703重型坦克工程。 新年发出来的IS-3重型坦克车体,炮塔的轻鞋装甲防护和侧面,后面防护都全面加强,当时其装甲战斗权重的比率,是世界坦克中最高之一。 IS-3重型坦克,在火炮朝前的时候,全长为9850毫米,车体长度为6900毫米,快3150毫米,高2450毫米,战斗权重45.7吨。 当时,苏联工程师到战场对击毁的德国胡适重型坦克,黑豹重型坦克,北迪南坦克兼机车,和苏军自己的KV系列重型坦克。 当时苏联KV2坦克,对这些坦克克部位的重弹概率,被不同弹弯命中后不同的效果进行评估,得出一个结论,新型坦克的装甲防护水平,必须定全面提升,而车手和炮塔正面装甲防御是重中之重。 车手上装甲由三块很大的压压均至装甲钢板焊接而成,装甲后110毫米,中间是凸起的,左右两侧均倾斜56度,上部倾斜73度,手下部分倾斜63度。 手上装甲上还挂着两块履带板,除了当作备用履带之外,还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。 这样的设计可以使车手前装甲在面对从正前方入射的炮弹时,获得更大的轻角,增加炮弹的跳弹概率。 车体的这个正面装甲特殊造型实际的防御能力,相当于折算成几个厚度的202毫米,再加上轻角设计,防御能力远远超过这个数值,后来这种设计,还被称为贴形装甲。 在车体两侧的装甲均,设计成90毫米厚度的倾斜装甲,上半部倾斜10度,后方还包含了一层间隙装甲,下半部是垂直装甲,后方装甲是倾斜41度厚60毫米的装甲,由此可见IS-3的车体装甲布置上面,主要是前部,侧后方相对薄弱一些。 炮塔方面,炮塔采用压压局至装甲铸造而成,成范圆形,这种范形设计,可以增加跳弹的几率。 炮塔的装甲设计成了渐变的模式,从底部往顶部越来越厚,底部厚度比110毫米,越靠近顶端厚度逐渐增加,最后可达到255毫米。 这种设计是经过战争时的考察和严密计算的,当时的苏联工程师,希望透过这样的设计,是坦克不论处于什么样的角度,等下装甲厚度,都不会低于160毫米。 车体的成员一共是4人,驾驶员在车体前方,通过手上装甲的驾驶舱盖进入,同时为了在特殊情况下逃生使用,在驾驶员座椅后方的地板上,还布置有一个圆形的车底安全门,工程员在紧急情况下这里使用。 这一点在很多二战电影中,你都会看到,车长则位于炮塔左侧,没有设计指挥塔,所以IS-43的高度会小许多,能降低被敌方发现的概率。 炮长的位置,则在车长的前下方,装前手的位置在炮塔的右侧,这次个人就构成了IS-43坦克的成员组。 动力方面,动力是设计在炮塔的后方,里面布置有空气滤清器,发动机,变速箱,油箱,冷却装置,核测减速器等。 引擎采用了一具V11-12缸水冷柴油引擎,得益于二战德轩的经历,IS-43坦克还在引擎上装有加热系统,以便在天气寒冷的时候,协助启动引擎。 引擎最大功率为520匹马力,通过一个8个前进档,和两个导档的变速箱,将动力输出到船动轮,IS-43重型坦克。 最大功路速度,为37千米每小时,最大越野速度19千米每小时,最大功路形成185千米。 在机动能力上面,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了。 武器上,主炮为一门第25-122毫米火炮,方向设计360度,水平设计-3至20度。 被大为10发穿甲弹和18发高爆榴弹一共28发,采用分装式,是速为1.5至2发分装,穿甲弹丸重出速为780米每秒,可以在500米距离上,击穿160毫米后云制端装甲板。 在1000米距离上,则可以击穿120毫米后云制端装甲板。 辅助武器则是被弹288的一艇7.62毫米同轴机枪和在炮塔上的一艇DSG或DSHKM重机枪,用来提供防空火力。 不过炮塔上的机枪被台车外才能操作,所以是十分危险的。 由于IS-3坦克生产的时候,二战已经结束了,因而会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战斗,虽然当时的设计已经非常出色了,但是缺点也不少,例如发动机支架过。 于庞大,焊接工业落后,导致在使用中很难维护发动机,防弹外形设计,造成了内部的空间狭小,成员操作相当确立,很容易疾劳,不利于长时间作战等等。 战后IS-3被苏联用于镇压1956年匈牙利革命,是苏联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将IS-3投入实际使用。 后来很多国家和地区购买IS-3坦克,用于装备部队或者是研究,直到如今还有少数IS-3。 中文章